其实刚刚陈委员跟我的发言很清楚 对于主席刚刚做的这一个 等于是包容反对党意见的才是我们是接受了 会接受就不是杯葛 所以又被骂杯葛我们才又必须要做说明 这个事情不在于说是谁送进来 民党送进来的时候没有路上来台的问题 它是一个单纯的国际化为了因应国际化的问题 那当时的疑虑也很深所以才会放那么久 刚刚如果红委员不讲我们还不知道说今天的程序不合法 因为决议要开工厅会没有开就排进来 那我如果真的要杯葛我现在用这个来杯葛好不好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所以当今天开放路上来台之后 台湾的学位授予变成这么宽松的情况之下 整个的产生了化学变化整个的产生联动 所以有必要在大学法跟专家学校法 它确定到底三线六部有没有入法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审议学位授予法 这个东西在结构上的那种逻辑的正确性 是应该要可以讨论的啊 如果连这样的讨论啦 连这样的讨论啦 都要敲错杯葛的话啦 那不要反对党算了嘛 好谢谢管委员的发言 那我特别说明 我特别说明 我特别说明